前一場一方面也打得比較不順 這時候往三壘走 等在那啦 抓到了 結果這是一個倒壘失敗 再至於想來一個倒壘 結果是在三壘 這個倒三壘 事實上是要有比較高度的一個把握 是 這個倒壘 當然是很積極 但你又是一個左打者在打 這有點沒有必要 因為你左打者的話 你這個等於捕手要傳三壘 這個中間沒有一個障礙 那要傳就很順